最近的AI好者大家都了解 现在市面上公认的一级的AI生成视频的工具 有这么三个 一个是Renway站3 一个是Luma的Dream Machine 还有一个就是Clean AI 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近刚发布的AI生成视频的工具 从它生成视频的效果来看 我们显然可以称之为它已经寄身一流之列 这个产品就是Mini Max旗下的海洛AI Mini Max这个公司听上去貌不惊人 它是2021年刚刚创立的一个中国的AI初创公司 但是它得到了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大企业的投资 所以它发展的速度很快 它旗下提供多个AI产品 包括大语言模型 AI角色扮演应用Talkie 以及生成视AI视频和音乐工具 我们这里打开它的海洛AI的网站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的大语言模型 就是类似ChateGPT的 我们可以和它对话 或者是处理图像等等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是它下面的创作视频 现实免费 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完全免费的 大家快点来用 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收费了 它的使用非常简单 在这里输入你的描述词 然后生成视频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它下面一些精选的生成的视频效果 我觉得最惊艳的应该是这个青花词 然后转成一个中国古代美女的这个视频 它这个就是非常突突的体现了 它这个镜头移动的这个功能 然后在这个美女的这个移动过程中 这个人物的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 甚至它头上这个装饰叫什么 富瑶还是发簪 它这个晃动和这个整体的这个一致性 完全没有扭曲和变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软件和其他的像可灵啊 Renway站3还有RenwayDream Machine相比 它最突出的这个优点就是它对于镜头移动的处理 像刚才这个就是镜头的平移 我们来找一个镜头后退的例子 那像这一段就是镜头拉远 这里是FPV的效果 就是First Person View 第一人称视角的这个效果 那它这个镜头的这个推进 然后平移到海洋底下 这个镜头的变化 这个效果都非常的突出 这里有一个镜头推进的效果 就是它从山的全景然后推进到火山口 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精确 就是根据它这个提示词来说 它应该是进入镜头迅速进入火山口 展示眼睛爆发和熔烟流动的过程 然后镜头迅速飞出火山口 那么这些它就是提示词太过于复杂 然后它后面的这一段就给省略掉了 我觉得要是完整的实现这个效果的话 那么它可以extend延长 看看它有没有它现在暂时还没有延长的功能 相信过一段时间会提供 另外这个海洋AI它现在暂时还没有图生视频的功能 我们没法对这个画面的主体进行一些精确的调整 或者是精确的描述 生成的效果也就是抽卡 它生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子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属于一个航拍的角度 航拍的一个漠视城市废墟 镜头拉近到一个漠视城市街道 然后再拉近到一个咖啡馆里 一个丧时正在喝咖啡 它这个航拍这个体现的比较精确 然后这个丧时正在喝咖啡 这个体现的也比较精确 但是对于镜头拉近的这个效果 它好像并没有体现出来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是同样的提示词 它是从航拍的漠视城市街道背景 拉近到一个漠视咖啡馆外面 椅子上坐着一个丧时在喝咖啡 那它这几个体现的都非常精确 除了这个航拍的效果没有体现出来 我们看到它这个画面 它在镜头移动过程中 它这个整个画面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都体现的非常好 相比较而言 我看看这个是可灵生成的 也是用同样的提示词 但是它这个效果就差的很多 就是对于镜头移动啊 对于整个这个画面的精确程度啊 就是相差的都比较远 这里是同样的提示词 罗马Dreamer适应生成的 它对于这个航拍 另外对于镜头推进的这个效果 都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它下面这个 像镜头推进到一个漠视的咖啡馆 然后一个丧事坐着喝咖啡 这个就没体现出来 我们可以使用Extend 也就是说扩展这个视频 来生成下一部分 今天我们虽然主要是介绍海螺AI的这个工具 但是这里我们也顺口体育局 这是罗马Dream Machine新发布的功能 也就是说它开始支持镜头的运动 Camera motion is here In Dream Machine 1.6 嗯 我们可以在提示词中增加关键词 比如说 Type Camera 或者是Move Push Orbit 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些选项 比如说我们想要镜头平移 那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向左平移 向右平移 上平移 下平移 这里是镜头的推进和拉远 另外还可以进行环拍 Orbit 绕左环拍和绕右环拍 就是摄像机对准一个人物 然后围绕着这个人物拍摄 这个以后我们再详细的介绍 我们还是回到海螺视频里面来 好 介绍完它最特色的这个镜头运动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再试验一些 AI视频生成工具的经典功能 比如说人物的运动 像我最常用的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海边奔跑的女孩的例子 我们来试一下 生成视频 它现在等待的用户比较多 我们看这里有显示 前面还有47位 预计等待5分钟 它这个生成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大概几分钟就可以生成好了 那这很快的就到20位了 这里我们不等了 我们直接来看它生成的效果 海边奔跑的女孩 海边西洋长发 另外它这个跑步的整个的这个 人物的移植性 稳定性 运动的幅度 还有它运动的物理正确性 所有的这些表现 它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这个跑步的女孩 让我想起一年多之前 我们使用的像 Hyper Pixworth 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 对 还有Pica 生成的那些变幻莫测的步伐 我这里找几个旧的例子来比较一下 可以看到这一年以来 AI技术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接下来我们再生成一个经典的 就是可灵AI刚发布的时候 它那个将牛奶从牛奶壶倒到杯中的那个视频 当时是让人非常惊艳的这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海洛视频的这个表现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生成好的效果 它还倒了两次 看这个效果完全不逊 所以之前可灵官宣的时候发布的那个牛奶视频